超出股票需要汇整许多资讯 才能在适当的价位进场和获利了结 尤其是有在投资美股的朋友 还需要同时关注美元汇率 原物料期货价格 TradingView就是能将这些即时价格资料 整合在同一个视窗界面的软体 它还提供手机APP跨平台的服务 这也是我目前主要使用观察股位式价格的看盘软体 如果你用不惯券商提供的看盘软体 或是你刚准备进入股市的新手 可以透过这段影片了解TradingView 初步使用方式的入门教学 让你可以快速上手 如果你刚建完账户 应该会看到和我一样的画面 没有任何指标 移动平均线这些线图 这是一个干净的初始画面 但它一开始界面是使用英文 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 就是调整语言设定 请在左上方功能选单 选择适合你的语言 如果你想要保持在英文界面 可以跳过这个步骤 完成设定后 你可以看到界面上的文字 都改成为中文 在开始学习新的软体时 用熟悉的文字也会比较容易上手一些 TradingView主要分成五大区块 中间是主要观察价格波动 和指标图表的区块 上方选单是股票代码 周期和技术分析指标等资讯 这些功能很丰富 值得我们花较多的时间来学习了解 我们先大致浏览功能选单的区块 先让你有个初步的观念 右边则是我们要观察的股票 汇率 期货 和虚拟货币的清单列表 左边的选单提供许多绘图工具 帮助我们绘制出趋势线和压力支撑线 下方功能则是有股票筛选器 Pi编辑器 策略测试器等功能 刚才提到中间区块 是主要观察价格波动工作区域 下方X轴是时间 右侧Y轴是价格 随着我们滑鼠移动 也会显示相对应的日期和价格 如果你滚动滑鼠滚轮 就可以放大时间区间 和缩小时间区间 这样可以方便你观察某一时间内 股价涨跌的趋势 如果是使用Apple的Magic Mouse 或是你的滑鼠 可以使用向左或向右的功能 你可以往左滑动 将股价资讯往前平移 观察较早之前的股价资讯 确认形态和趋势 这些股价资讯 是由一天一根K棒所建构而成的K线图 每一根K棒记录当天的开盘价 收盘价和最高最低价 绿色的K棒代表当天收盘价高于开盘价 也就是上涨的意思 红色则是相反 收盘价低于开盘价 也就是下跌的意思 这个颜色是和美股一致的 但是和台股相反 台股是红色代表上涨 绿色代表下跌 如果你有要两边做 就要留意不要搞混了 我将滑鼠移动到某一天的K棒 我们可以在左上方公司名称的右边 依序看到当天的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和收盘价 再往右边观察 会是当天涨跌的价差 和涨跌幅度百分比 有了这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基本的K线图 来了解股价变动的情形 接下来我要介绍 如何建立自己的观察清单 观察清单在TradingView功能界面右手边的区块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入我们想要观察的股票代码 起货价格 各国的汇率 和虚拟货币的价格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新增类似标签的分类 在TradingView当中我们称之为板块 清单中提供四个栏位的资讯 分别是商品代码 最新价 涨跌和涨跌幅度百分比 我们也可以点选右上角功能选单 勾选栏位 新增或减少栏位资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系统预设的清单列表 我用这份清单作为示范 首先我们可以标记一档个股 我现在对Apple按右键 跳出功能选单 这里我可以选择要标记Apple的颜色 我这里选择红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清单上看到Apple代码前面会出现红色标签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将我们想要观察的公司做分类 像是我已经进仓的股票 我就用红色标记起来 当我们未来增加越来越多的个股代码 会比较容易看到我们标记的个股 另外我们还可以点选上方观察清单的下拉选单 选择我们刚才新增标记的个股清单 这样我就可以在不同清单之间切换 观察已经建仓的个股当日涨跌的情况 或是跳回所有观察清单 了解目前大盘局势和其他股汇式资讯 这是一项很实用方便的功能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新增个股 期货和汇率资讯 我们可以点选上方加号按钮 新增产品代码 它会跳出一个对话窗 对话窗的上方页签有股票、期货、外汇等页签 你可以依据你要加入的项目 选择相对应的页签 如果我要新增Google的股票 我可以输入Google的股票代码 下面会出现符合条件的清单 每一项搜寻结果 右边会有国旗符号 如果你是做美股 请点选美国国旗右边的加号 将Google的股票加到你的清单当中 新加入的产品会放在最下方 这里会在加密货币的区块 我想要把它搬移到上方 可以点击左键不放 将Google拉到上面 确定位置后再放开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pple、Tesla和Google都是科技股 我想将这三档股票分类 作为同一个板块 该怎么做呢 我们除了可以用刚才交过的标签以外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看起来会更清楚一点 我现在在这三档股票的第一个股票 Apple点选右键 选择新增板块 我们就会看到上方出现一个 Section1的板块名称 我在对Section1点选邮件 选择重新命名 我将名称改为科技股 这样在这个板块以下的个股 都是属于科技股的板块 未来我在浏览观察清单的资讯时 可以很快知道这档个股属于哪一个板块 它上下相关的个股 在今天的涨跌情形如何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和Trading View 没有直接相关的题外话 有在座美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FinBiz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除了提供很多丰富的资讯以外 它也依据板块分类 公司资产规模、颜色 表示出每一档个股的涨跌资讯 我建议有想要用Trading View 来观察美股的朋友 可以依据FinBiz网站所提供的板块分类 依据将板块加入到你的Trading View 观察清单当中 然后未来你就可以在板块上方点击右键 直接新增个股代码 例如我现在想要加入Facebook到科技股板块当中 加入之后Facebook就会直接加在科技股板块 而不是加在清单最下面 然后还要再拉上去怎么麻烦 接着我们看观察清单下方的公司资讯 这里提供了一些该公司基本面粗略的相关资讯 像是公司前几个季度的收益 灰色是分析师对这间公司估算后的数字 绿色则是实际公布后的结果 如果公布高于预期 通常股价会有不错的表现 往下滑动的资讯还有损益表和当年度不同周期的绩效 这些资讯都只是让你对这间公司近期表现有粗略的认识 如果你想要阅读更多的资讯 可以往上滑点选公司名称连结 点击后会打开一个新页面 这里提供了投资想法 财务和技术分析资讯 我先点击投资想法这个页签 有使用TradingView的使用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透过TradingView的图表、指标和其他工具 分析股票未来的趋势 透过理解不同使用者的观点 能够给我们不同层面的启发 我个人觉得阅读其他投资人的策略和想法 能帮助我们在投资理财的技能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还能切换英语 来阅读其他国家优秀投资人的策略分析方法 其中还不乏一些愿意分享量化分析程式码的投资人 透过程式码来理解不同层面的策略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除了投资想法以外 还有财务资讯 财务里面又有收入的资讯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和统计资讯 最后是技术分析 依据不同指标给予买入或卖出的建议 像是我们常见的RSI MACD 微联指标 当出现买入讯号时 就会在这里显示买入 右边的则是依据移动平均线 给予买入或卖出建议 上方则是依据下方建议的数量总和 给予买入和卖出的平等 这些数据也都只是粗略的参考 建议投资朋友还是要深入了解这间公司股价 在市场上的估值 和公司未来的展望 再选择适当的价格进场会比较好 我们介绍完公司的详细资讯之后 可以点选上方图表按钮 重新回到K线图的显示方式 在操作界面的最右边还有一排功能按钮 这些功能大多是提供辅助资讯 像是快讯、新闻、热门榜、日历、想法等等 这些功能当中其中有一项快讯功能很实用 我先点选快讯功能按钮 然后建立一个快讯 在这里我可以选择股价来到特定价格时 发出通知讯息 当有些好公司的股价处在高档的时候 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它被错杀来到较低的价格时 建仓或加仓 每天要关注很多档股票很累 我们就可以设定快讯 当股价来到某一个价位时 就透过APP通知 跳出视窗、Email通知 还有对一个URL 发出一个Post Request 这个功能对于能够架设Server的工程师 有很大的帮助 你可以开发一个LINE聊天机器人 当股价来到特定位置时 就使用这个功能 发出通知讯息到后台Server 然后传送讯息到LINEAPP 或是透过股票券商提供的API 启动自动下单功能或卖出动作 所以Webcook URL提供很多可能性 让软体开发人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我们先观察上面的条件选单 这里有很多状态条件可以选择 像是股价大于或小于某一个价位 我就发出通知 或是上涨多少百分比 我就发出通知 所以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可以使用 我这里先选择小于 当价格低于135元的时候 发出通知 下面也可以选择到期日和时间 完成后我就点选Create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快讯的资讯栏当中 看到我们刚才建立的通知条件设定 接着我们就可以放心继续专注研究其他产业和个股的资讯 不用担心错过该进场的时机 Trading View 操作容易功能丰富 前面我提到它还有指标功能 汇图功能和股票筛选器的功能 其中还有我觉得最需要花时间投入的Pi编辑器 它可以将策略用程式码撰写出来 放在Trading View 中执行 制作出趋势分析图 是Trading View 众多功能中的核心功能 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制作影片介绍 所以这段影片 我先初步示范Trading View 基本的功能 如何阅读K线图资讯 建立你自己的观察清单 了解公司基本面的数据 以及建立快讯通知 后面我还会继续制作 Trading View 的教学影片 制作影片的目的 除了帮助初学者可以快速上手以外 已经有在使用的朋友 也可以在教学影片中 发现你可能没用过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继续观赏相关的教学影片 请订阅K线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